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柯文哲访日 柯文哲去了一趟日本 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啊 什么硬话他都敢说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句啊 柯文哲就离狭阳自重只有一步远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哎,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我会把柯文哲访日与柯文哲访美 还有啊,这个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结合起来 跟大家讲,大家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台湾的选举 以及台湾这三大势力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啊,跟大家解释一下 柯文哲啊,访日为什么离狭阳自重啊 他就一步之远了 那咱们就要结合柯文哲访美 一起来跟大家讲 柯文哲访美的时候,关于美国人对于台湾最关心什么 柯文哲做过表态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美国人最关心台湾的什么呢 利益嘛,对不对 然后美国是既要台湾的钱 也要台湾人的人命啊 但是啊,台湾人 去当刺猬,当猴猪啊,有点困难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挂取台湾岛上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美国人最看重台湾岛的什么 芯片制造业嘛 就包含像佩洛西访台 包含佩洛西访台之后啊 从美国的议员到美国的州长 反复的往台湾去跑 各位就可以看得清楚 美国人去台湾干嘛去了 台积电,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要搬去美国 美国的芯片法案要实现 美国要玩美国制的芯片 这个事情美国人是一定会执行下去的 对不对 那柯文哲访美的时候 在台湾的芯片台积电这些问题上 柯文哲做过一个表态 之前跟大家讲过 柯文哲的表态很清楚 美国人喜欢的 美国人关心的啊 对于那种啊 那军事方面的应用的那些制程啊 美国人想要就给美国 对不对 我们台湾留着那些美国人不想要的那些啊 芯片的那些技术就可以了 可是呢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军用的芯片一般都是啊 特别成熟的制程 因为只有制程特别成熟啊 还会保持芯片使用时的稳定啊 对不对 最高级的那些制程啊 那是很难应用到军事的领域的 可是呢 美国人想要的并不是军事上啊 需要的那些制程啊 因为美国自己也有 对不对 你不管是英特尔还是哥罗芳德都是可以自己来做的 总而言之吧 美国人啊 想要的是最高端的那些制程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抢台积电的三纳米的厂 这就是美国人想要的 那柯文哲所表达出来的美国人想要的东西就给美国 美国人不想要的就留在我们台湾岛就行了 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实现了成型了 那台湾岛的芯片制造业全毁全垮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岛上的芯片制造业不仅仅是台积电一个厂 他最重要的是啊 最高端的那些制程留在台湾岛之上 那些配套着台积电最高级制程的那些配套的厂商也会留在台湾岛 如果说最高级制程对不对 比如说三纳米两纳米一纳米 这些未来要放去美国的话 那台积电以及台积电配套的那些厂都会搬去美国 因为落后制程它的应用只会越来越少 再说柯文哲访美的时候 美国人最关心的台积电 关心的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柯文哲的表达是 美国人想要的给美国 美国人不要的留在台湾 对不对 这是柯文哲访美 柯文哲访日啊 然后的话也提到了日本人最关心的问题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之前跟大家讲过历史的问题 历史的问题决定着日本人占有的现在的这些领土 它合不合法 对不对 这个开罗宣言不辞胆公告 以及联合国的宪章啊 这些问题日本人很关心 那柯文哲在日本人最关心的这些问题上 也做了表态 做的什么表态 钓鱼岛问题嘛 对不对 柯文哲出来说啊 然后台湾的渔民不会想要钓鱼岛这片土地啊 然后这个台湾的渔民只在乎啊 去那片水域去啊 捕鱼 然后不要为了主权的问题 让台湾渔民不能捕鱼 这就更严重了 左眼睛啊 柯文哲哎 去了日本 然后的话哎 表态的是日本人最关心的问题 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柯文哲这种表态对于台湾好不好 台湾一大堆的年轻人 对不对 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必须要当选 可是呢 不管怎么说啊 柯文哲他在对于日本 对于美国的这些算是啊 他们所关心的这些事情上的这个表态吧 他是什么 他有点汉奸的意思了啊 对不对 对于台湾来说 那是台奸的意思 台湾人还在这个时候啊 台湾的年轻人还在啊 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表达最清楚 他表达的是很清楚啊 人家关心的问题 人家现在柯文哲 现在这个表达哎那叫一清二楚 对不对 你喜欢呢 你就拿去 不过呢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柯文哲为什么做出这种表态 因为他弱 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一点啊 台湾岛这三大势力啊 蓝绿都有自己的基本票 对不对 蓝的是那些啊 从大陆去台湾的啊 这些外省的这些啊选票啊 非常固定的要投给国民党 绿的呢 大家也都知道 对不对 台湾南部的一些乡亲啊 对不对 那本省本省的一些年纪大的 基本上都会投给绿的 都有固定的票源 只有柯文哲的这个民众党 没什么固定的票源 他在台湾岛上这三大势力 你别看民调 有的时候啊超过了这个国民党 有的时候啊超过了这个民进党 但是争论啊 这个争到投票的时候啊 争论这个根基的时候 根基在台湾岛上扎的深不深的时候 民众党是最弱势的那一个 所以说呢 柯文哲弱势 但是柯文哲想要谋得大位啊 对不对 谋得大位怎么办呢 从外部拉一些啊 这个支持来 拉美国的支持 拉日本的支持 美国那边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美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 对不对 比如说RGBT啊 平权呢 包含台湾党上最热闹的 MeToo啊 这些运动的发起方都是美国 之前跟大家讲过 太阳花学运就可以看到 美国在台湾的扎根有多深了 太阳花那次啊 学运 所谓的学运吧 你说是民进党搞的吗 民进党当时傻乎乎的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你说是国民党搞的吗 对不对 国民党生生的被拉下来 那不可能是国民党搞的 那是谁搞的呢 对不对 我相信各位都很明白 咱们这边 大陆这边之前啊 这个官方啊 抨击美国的这个颜色革命的时候 太阳花学运就被拿出来当例子 是一次颜色革命啊 美国的台湾岛上的扎根是非常深的 所以说呢 哎 这个美国如果支持柯文哲的话 那美国在台湾岛上扎下来的这些LGBT啊 各种意识形态的这种组织啊 平权的 me too啊 他都会支持柯文哲 然后会造起一波的舆论呢 对不对 美国如果支持柯文哲是这样 所以说呢 柯文哲 哎 表达了一下嘛 美国喜欢的啊 芯片制造的那些 那些制成美国拿走啊 美国不要的 我们留下 对不对 美国会不会对于柯文哲满意呢 当然会 日本呢 同样的道理啊 对不对 日本啊 上面我相信各位 对于日本 对于台湾的关系 有所了解的话 都知道日本上面 日本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啊 支持台湾的一些组织啊 不管是日本本土自生的 还有一些 对不对 跑到日本之 跑到日本去的一些啊 台独的一些势力啊 在日本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比如说当年的这个金美龄啊 对不对 包含像什么 这个啊 挂掉的这个孤宽敏啊 跟日本都有很深的一个关系 不管是从前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从什么别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日本对于台湾岛的一些势力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说如果每日都支持柯文哲的话 那柯文哲对不对 就有可能登上那个大位 柯文哲弱 如果柯文哲啊想要谋求自己的私利的话 他这样去做 其实从柯文哲的角度上能说通 但是的话 你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上来说 你站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 你这就是汉奸了 就在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 为了谋求自己的大位 然后的话 跟美国拿台湾的芯片制造业来换 跟日本就拿这个钓鱼岛来换 你这是什么样的行为 对不对 是不是离啊 狭阳自重啊 狭阳的谋独就一步之远了 可能很多同学听到这里就会说 这没有一步之远了 对不对 这已经迈过去了 但是的话 毕竟还没选上嘛 那个大位还没登上 咱们就等着看 等着观察就行了 刚才跟大家讲啊 今天聊柯文哲 我会结合美国在台湾啊 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 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要结合美国在台湾的 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立场 一起来跟大家聊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 台湾这几大势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对于一般的台湾人自己 也可以想想 就比如说像柯文哲 刚才那样的一种表达 钓鱼岛交给日本 对不对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台积电啊 美国人想要什么制成 就给美国人什么制成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台湾岛的未来 各位就看一看就行了 对不对 基本上要什么没什么了 对不对 台湾岛最后的那个 最好那个行业 芯片制造业 也是美国人想要什么 拿什么的话 那你台湾人自己想 台湾人自己看 对不对 自己的未来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行了 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 自己掂量 对不对 我们全家都选啊 柯文哲 我们家有深蓝 也有深绿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但是啊 柯文哲 现在这一次出来 我们都要支持柯文哲 对不对 这是台湾最近 我在 我在这个啊 互联网之上 看到的一些舆论啊 那你就去选 选就行了 自己的生活 自己掂量啊 不过呢 今天啊 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跟大家讲 讲美国的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聊 美国 然后的话 从比如说 俄乌问题啊 俄乌战争上抽手 因为俄乌啊 现在打的是没那么热闹了 对不对 但是新闻还在出 但是不管怎么说 俄乌这个事基本上已经日渐平缓 美国如果从乌克兰战场上抽手的话 必然目光会转向亚洲 转向东亚 最近也在跟大家聊 日本问题上了台面 比如说啊 北约啊 进日本的一些问题 台湾问题 美国也是 比如说G7上面 台湾问题成为了一个热点的问题 美国带着自己的小老弟们 在喊一 在喊美国的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就很简单 就比如说啊 这个这个 呃 这个台湾呢 我们反对用武力的形式 改变台海的现状 对不对 要维持台海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这是美国最近在台湾立场上 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选择题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美国反对武统 对不对 然后支持啊 台海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这是美国在台湾的立场 咱们咱们这边啊 大陆这边 对于台湾这个问题啊 立场很简单 也很清楚了 现在那就是啊 台湾问题是我中国自己内政的问题 是合统还是武统 那是我中国自己的事情 跟其他人无关 这两个选择已经交代到 交代到这个世界上面了 其他的国家就要来选一选 刚才跟大家讲 美国的立场与台湾的关系啊 美国的立场是什么 大家想要 反对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 台湾海峡要和平稳定 和平 对不对 美国在喊和平 这个时候 咱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岛 之前跟大家聊过 台湾岛上无论是蓝绿白 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他们现在高喊的口号是什么 也是和平 对不对 也是和平 跟美国人没有区别 跟美国没有区别 那讲到这的时候 哎台湾人你自己就要去想了 美国人为什么喊和平 对不对 美国人为什么喊和平 台湾岛喊和平 其实对于大陆也没什么多大的一个影响 你爱喊喊去 但是的话 美国人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反对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啊 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那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这个国家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 都无力他不起早啊 对不对 没有利益的事情美国人会干吗 比如说你让美国人去啊 乌克兰去打俄国人 美国人去吗 对不对 泽林斯基就因为说了一句啊 如果我们乌克兰战败了 美国人就得像我们乌克兰人一样 将自己的儿女送上战场 结果不得了了 泽林斯基说完这句话 美国国内一通骂呀 对不对 你泽林斯基养纳粹 这话美国人都骂出来了 总而言之啊 美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无理不及早 你让他去替你送命 他不可能 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喊和平了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美国在台湾的啊 这个立场我反复跟他讲过嘛 对不对 然后既要台湾人的钱 又要台湾人的命啊 台湾人的命怎么样 当刺猬当猴猪 对不对 你们要自卫 对不对 你要有能力自卫 然后的话 你不要指望别人 对不对 你先先自己啊 自卫起来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可是台湾人 我相信各位的了解啊 比如说最近的新闻吧 台湾的那个自愿役啊 退役的啊 有多少 对不对 招兵是招不满了 台湾的年轻人 那么身体力行啊 靠双脚投票 打不打仗 不打 对不对 总而是你让台湾人当刺猬当豪猪 嘿嘿 我相信各位心 心里很清楚 能不能做到啊 这是一方面吧 然后要台湾人的钱 要台湾人的命很难 要台湾人的钱 美国人能不能要呢 能要 对不对 比如说啊 美国的这个啊 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的这个财长 这个这个雷蒙 这个耶伦 美国的商务部长 雷蒙多 包含拜登啊 都曾经说过很类似的话 对不对 我们美国不能再依赖台湾的芯片了 对不对 还有啊 布林肯所说啊 台湾的芯片已经威胁了世界的经济啊 雷蒙多也这样去说 耶伦解释了一下啊 这个啊 台湾的芯片是啊 这个世界经济的重大的威胁 那如何不成为威胁呢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搬去美国吗 对不对 美国人的这个态度 要台湾人的这个钱的这个态度 已经很清楚了 台湾岛如果说明天 或者说一年之后统一了 美国炸台积电能炸走吗 现在台积电还在台湾岛之上 对不对 现在台积电还留在台湾岛之上 还没有完全的被美国炸走 美国想要的就是 大家先别动手 对不对 和平 和平之后呢 比如说像佩洛西藏上台湾呢 对不对 比如说比如说像那个麦塔西啊 特末去见那个蔡英文呢 这种事情就会持续的发生 为什么发生 施压台积电赶紧办 而且这一次台湾岛要选举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看科文哲他的表现 对不对 美国要什么制成 给美国什么制成就行了 美国不要的 就好好的留在台湾岛上 好好的发展就可以了 对不对 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美国人对不对 一定的和平 对不对 你得你得让科文哲上来 科文哲上来之后 把台积电那些啊 高端的制成交给我美国 那就赢赢马了 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在喊和平啊 真是要武统 明天打下来 我跟各位讲啊 一个星期之内绝对打下来 那就是台湾现在的一个结果 可以 我可以拉长时间打 对不对 怎么样拉长时间打 不登陆了 我就天天的拿远程火箭炮轰 对不对 台湾岛就会变成一个鬼岛 这就是台湾岛的一个结果 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 别打别打 对不对 要和平 要和平 要和平为什么呢 台积电搬走了之后 你还怎样怎样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最在乎的是什么 在乎的是利益啊 美国人替台湾人送命 凭什么呀 美国人替日本人送命吗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台湾岛 现在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呢 大家就会发现 美国在喊和平 台湾这三大势力也在喊和平 然后一个喊 对不对 然后的和平保台 赖清德 对不对 然后这个啊 国民党 对不对 和平 维持现状 对不对 国民党 然后民众党 柯文哲呢 也是喊和平 没有任何的变法 为什么喊和平 归根结底 美国人希望喊和平啊 美国人希望喊和平 目的 刮走台湾的利益 那台湾人怎么办 对不对 其实刚才跟大家讲 柯文哲如果登上了那个大位 就在按照柯文哲所说啊 什么钓鱼岛 对不对 主权给日本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啊 美国人想要什么制成 就给美国 那台湾台湾人自己的生活 自己想 那现在按照民进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 现在这种表现 配合美国人这种态度 大家就想一想 然后的话 美国啊 想要什么 就能要到什么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台湾台湾人自己的生活 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未来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大家自己掂量就行了 总而言之啊 这三大势力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只不过现在柯文哲因为自己弱 可能啊 因为自己弱 然后往前冲 然后的话 答应日本 答应美国 这些条件 答应完了之后呢 台湾人自己的未来 台湾人自己想 对不对 台湾现在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那台湾自己掂量呗 对不对 刚才我说了啊 对于大陆来说无所谓 台湾喊不喊和平喊什么都无所谓 为什么无所谓 因为时间没在台湾那边 时间也没在美国那边 为什么看一看 对不对 这个什么啊 这个达利安船厂 对不对 李奥宁州的达利安船厂 一屋五件 一个窗屋里面 五州零五二地 美国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对不对 最近啊 也跟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啊 这个世界银行 对不对 这个经济合作组织啊 两个组织对于啊 中国今年的GDP的这个预估啊 高的是五点六啊 低一点的是五点四 美国呢 今年对于美国的GDP的预估是1.1 明年0.8 谁时间站在谁那一头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哎 你啊 喊和平啊 你不瞎折腾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大陆这边会越来越起来 美国会越来越往还去掉 对不对 然后呢 哎 那台湾呢 美国想要更多的时间 刮走台积电 那大陆这边呢 你跟我顶着来 你狭阳自重啊 你 对不对 你以美谋独啊 你 对不对 大陆这边对于台湾下手会 会越来越重 那到时候 比如说啊 像那个贸易壁垒审查 贸易壁垒审查 我好好的给你审查审查 对不对 那台湾的某些行业 可能就得出大问题 美国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那大陆这边贸易壁垒审查啊 台湾的某些其他的一些行业 再出问题 那台湾的经济会如何 谁管心啊 这不就是选举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台湾所谓的啊 自由民主 对不对 造出来的一个结果吗 嗯 为了那个选举啊 那个蓝和绿 还有那个白 其实都得依赖着外部的势力 而且在台湾岛上 这帮政客 台湾的这帮政客 一张嘴就是 我们得依赖自由民主的同盟 你依赖别人 别人不要你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你依赖着美国 美国对你啊 无欲无求 是吗 美国就爱你 美国人就愿意为了台湾付出 对不对 是这样吗 你不拿出来的 你不拿出来点真金白银 对不对 美国人凭什么帮你啊 对不对 你希望别人替你啊加油啊 说你好 说你棒 你不拿东西出来行吗 对不对 这就不就是选举啊 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吗 为了依赖着别人自己登上大位 然后的话就得拿出来利益交给别人 拿出来自己的利益吗 自己的利益不能不能拿 拿别人的利益 对不对 拿谁的利益 台湾的穷鬼的钱啊 可以拿 对不对 台湾的中产的钱 可以拿 台湾的人上人啊的钱 也可以拿交出去吧 交出来一部分 对不对 那自由民主的同盟就会帮你了吗 台湾你看一看 无论是赖清德 还是国民党的侯友仪 还是像啊 这个柯文哲 现在这种表现 都说过很类似的话 我们依赖谁 依赖自由民主的盟友 那你依赖呗 对不对 你依赖到最后 你交保费嘛 对不对 美国要芯片制造业 日本要钓鱼党 各种样 拿出去吧 这不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吗 对不对 因为要登大位 就得依赖着别人 依赖别人就得拿东西 那台湾人怎么办 谁关心台湾人呢 对不对 然后呢 总而言之 我登大位 才是最重要答 对不对 这就是台湾的 台湾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啊 那么最后啊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柯文哲啊 除了说钓鱼岛这些事情还说了哪些话 柯文哲还说了要跟大陆谈判 大家知道吗 哈哈 跟大陆谈判要怎么谈呢 然后是柯文哲啊 接受记者访问说了啊 这个跟大陆谈 肯定要谈 但是 但是啊 应该啊 台台湾的这个无力啊 能够自卫的时候 再跟大陆来谈 这样比较平等 后边那话虽然没说啊 但是他的条件说的很清楚嘛 这个台湾能够自卫的时候 再跟大陆来谈 您 您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您还知道自己一顿饭能吃多少吗 你跟解放军拼军力 哈哈 对不对 美国现在拼得了吗 就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里奥宁州的达利安船长 一屋无见 对不对 去看一看 然后世界啊 这个新建下水的这个这个吨位 对不对 中国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是第一名 最近这些年 对不对 美国有没有每年下水的新军舰 跟解放军一样多 难不成你台湾岛想要超过美国了吗 对不对 就拿海军这一项来比 不比别的 就比海军啊 台湾岛一年下水的总吨位的军舰啊 超过美国跟解放军差不多平齐 你再跟大陆来谈 你哪位啊 对不对 这就是台湾的这些政客 这叫什么 什么无知啊 这不是无能草包吗 对不对 台湾很流行骂政客草包 你看一看台湾 台湾岛上的这些政客 哪个不是草包呢 对不对 哪个不都是自打狂 对不对 然后啊 一到选举场合啊 当当的动宣 对不对 丢不丢 对不对 一丢不丢 下边 下边老百姓 丢对不对 自己嗨起来了 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 但是在很多的问题上 你就知道 你看一看这些人 连点常识都没有 不仅啊 这个柯文哲还说了这些 说了这个这个 与大陆谈判的一个条件 还说了什么 还说了啊 这个台湾啊 比世界了解大陆啊 这个这个世界呢 这个这个这个大陆呢 没有这个是没有台湾了解世界啊 总而言之台湾很好 对不对 然后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台湾非常厉害啊 比大陆强 世界不了解大陆啊 然后的话 大陆呢 不了解啊 世界对不对 没有台湾了解世界 这个话 我这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很怪啊 你台湾了解中国 对不对 其实他原话说的是中国 你台湾比世界了解中国是吗 哎 对 确实 对不对 大陆人能不能吃吃起插叶蛋 大陆人吃得起榨菜吗 对不对 大陆吃不吃田鼠 北京有没有下水道 对大陆的高铁有没有靠背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人家世界银行 对不对 然后经济合作组织啊 人家对于这整个大陆的那个GDP的判断 是5.6 5.4 如果说把这些组织交给你台湾人去搞 那大陆可能是附属啊 对不对 大陆啊 今年你看看大陆的在经济垮了 出口跌了 对不对 大陆的银行倒了 你真按照台湾对于大陆的理解 那大陆今年的GDP绝对起码得付10 付20我估计都打不住 对不对 金融行业垮 银行倒闭 对出口 黄将 然后的话大陆的芯片制造业被美国人打得七荤八素 那大陆完了 对不对 谁了解谁 谁了解谁 所以说呢 你就知道台湾这帮政客往外去喷这个嘴 他的能力很强 但是啊 真正了解一件事情 深入的去理解一件事情的能力不足 当然他有他的私心啊 但是这个私心 他也是为自己的私心呢 他不为别人呢 对不对 其实啊 看一看台湾的这个选举 大家乐乐就完了 对不对 台湾人自己的未来自己想 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未来对于大陆 台湾的未来对于大陆无所谓 对不对 你爱怎样这样 你被美国人抢了这个芯片制造业 爱抢抢去 对不对 你台湾给我顶着来 那我就贸易壁垒审查你 然后咱们就好好的讲讲什么叫公平 对不对 公平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对不对 也跟你讲一讲什么叫平等 有尊严的交流 你天天的歧视着大陆的商品 歧视着大陆的投资 那我就给你贸易壁垒审查 台湾的未来经济不行了 那未来那穷的叮叮当当响了 那大陆这边去台湾 对不对 然后去台湾啊 那个那个扶贫啊 那共产党那这是一把好手 不对 台湾人自己想 自己的未来在哪 自己睁开眼好好看一看吧 啊 想一想 你们台湾的政客天天喊 啊 我们得依赖着啊 自由民主的盟友 嘿嘿 盟友啊 这个盟友都是大良心 大善人 盟友都是一分钱不要 就天天的爱死了台湾这个岛吗 自己想 人家不图点什么吗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